原调题,今天你如何和远方的它交流? 二十世纪改变世界的通讯技术在十九世纪,通讯技术和交通方式的各种重大变革,如轮船、铁路、电报等,使得世界上的联系更加紧密,但是,人们生活的某些方面仍然未受什么影响。 而在二十世纪期间,各种获得定型的通讯技术和交通方式,如电话、无线电、电视、电影、汽车、飞机、英特网等所具有一个巨大的特征,则在于它们改变了数十亿人的日常生活,扩大了人们实践活动的范围和获取信息的途径。 这些新的技术使得信息在发达国家的传播变得更为民主化,到大约1975年时,发达国家内部富人和穷人之间在获取信息方面的差异已大大缩小。 然而与此同时,由于这些技术赋予其拥有者以财富和权力,从而又进一步加大了世界上赋予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。 到2000年,美国经常使用英特网的人数,约为其总人,口的60%,在韩国约为35%,而在巴西却只有6%,尼日利亚更少,连0.1%都不到。 在本章结尾部分,我们还将回到这一问题上来。 大体上讲,通讯交往的技术革新有三次高潮。 变化的发明,虽然是在19世纪70年代,汽车在19世纪90年代,无限变大约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旧,但是,时至20世纪20年代,这些发明才得以广泛传播开来,而且主要是在美国国内。 后来才陆陆续续地传播到世界各地。 第二次高潮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,当时在美国,电视发明于20世纪30年代和商务航空已经司空见惯,不久以后,其他更多的国家开始对它们洗礼为常。 就像电话和无线电一样,飞机运用于商业目的之前,首先是在战争中得到充分运用,并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第三次高潮及网络计算机的应用。 网络计算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,但,广泛应用则是10至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。 所有这些技术交互作用,形成了许多网络,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。 虽然初始之际,这些技术尚不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掌握,但一旦真正为人们所理解并掌握,就会得到迅速传播。 如果大多数人都没有用上电话,仅一人有电话,意义并不大。 而一旦许多人都有了电话,而唯独一人没有,那可就远非意义大不大的问题了。 同样,在加油站和公路出现之前,拥有小汽车没有什么意义,而一旦有了加油站和道路,对于能担负得起的人来说,想要拥有一辆小汽车的愿望,则是不可遏制的。 所有这些新的技术,一经产生,便迅速改变了,处于世界性网络之内的人们的日常生活。 这些新技术不但增强了交通的密度,也提高了交通的速度。 第一台计算机所有这些变化,以及像报纸的大量发行等等,带来的累积性影响就在于,270它使人们去面对。 各种新的信息,新的印象和新的思想认识,也使得更多的人,比以前更迅捷,更频繁地去更远的地方旅行。 这既使人迷惑,同时也极具诱惑,它吸引着人们产生遐想,他们所生存的环境,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了,而是完全可以改变的通过移民,变革,教育,努力工作,犯罪,或是其他主动行为。 借助于无线电,电影,特别是电视,饥饿,无知的人们,准确或不准确地看到了那些,比他们更幸运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。 这一情形,同大规模的城市化一道,既能激起人们的报复和追求,也会产生怨恨与不满,从而为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爆发,埋下了伏笔。 无线电,电影和电视,还带来了另外一个重要后果,这在政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,他们使那些能言善变的演说家,能够打动数以百万的听众。 这些演讲家们以饱含激情的语言,来表达他们的激动,愤怒和权威,从而比以前更加容易发动。 广泛的政治运动,在那些借助于无线电广播,而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中,有德国的阿道夫·希特勒,1889-1945年,美国的富兰克林·罗斯福,1882-1945年,以及埃及的加迈尔·阿卜杜拉纳赛尔,1918-1970年。 而许多成功的政治家,也都是通过无线电广播,或者电视传媒而一举成名的,其中颇为著名的,有阿根廷的艾瓦·碧龙·阿卜杜拉纳,1919-1952年。 他作为一名演员所获得的知名度,为他自己及其丈夫胡安碧龙的政治生涯,增添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力。 美国总统罗纳·德里根1909年出生,作为一名演员在电视上成功塑造的形象,也确保其在竞选中获胜。 大约一代人以后,媒体则很难加以利用了,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听众变得更加事故,部分原因在于太多的政治家已掌握了这一基本技巧, 一致没有哪一个人能够轻易地超越其他竞争对手。 当这些新的通讯技术最初为社会所采用时,也许能够更容易地操纵民众,当然是争取他们的支持。 然而,随着时光的流逝,他们也许会产生相反的效果,使得国家政权更难以控制信息及广大民众。 富兰克林·罗斯福加迈尔阿卜杜拉纳赛尔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